把握大使板块洞察投资机遇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阿满看股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1年 8月13日8点35分 美东时间2021年8月12日20点35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强势横盘 不追高 昨天呢 A股呢 进行了一个强势横盘 最主要的呢 还是因为它受制于啊 上方的基督线啊 这咱们反复跟大家强调过 这个基督线和水波纳切这块 形成了一个双重压力 并且呢 基督线上面呢 还有一条小小的缺口 没有填补 前天的时候 差一点填了 昨天没填 昨天没填呢 大家看上证 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上证啊 是咱们说的 一个强势板块在互盘 谁在互盘呢 汽车制造 咱们本周一就跟大家说了 我说 汽车制造有可能啊 成为这个 还有机械制造 成为现在新的一个热点 其实呢 在上上周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我发现了一支票 中国汽炎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 但是呢 没有想到呢 它是在大盘 要调整说 起到了一个护盘的作用 这是咱们没有想到的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热点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 它收了一个十字星 这种十字星 中间这个小实体 你就不用看了 因为这个 这种小实体没有意义 这种十字星呢 由于特别小 影线也特别短 变盘的意义呢 不是很大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一点 就是创业版 创业版 由于前一段的调整呢 并不充分 大家可以看啊 上证是已经下零轴了 创业版这个日线顶背离 还没有化解 它还没有脱生 就像我说的似的 还没有下零轴 没有下零轴 它率先调整了 同时我们会发现 创业版昨天是破位了 破位的往下下调 这块呢 是我给大家画的一个 斐波纳契的支撑位 当时我画的是斐波纳契的延展 这块呢 有一个缺口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均线打开 现在呢 创业版呢 是在今天 有可能回踩这个60天的均线 就是60天的均线 一 这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它会不会补 不知道 这有一个均线支撑 如果均线撑住了 它就不补 均线撑不住 它要来斐波纳契 因为它把上面这个支撑给打破了 这是我给大家画的 就是创业版指数的33 3432 3432这个位置 已经打破了 那它就要找这个 下边这个位置 就是3307 这使得创业版 创业版到这才能调整完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这一两天呢 应该还到不了这个位置 那么今天能不能 横柱 是个问题 但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从目前的 A50的分时图上来看 A50出现了短期指数 直接信号 而且呢 整体上看 外盘 昨天都不错 美股呢 再创新高 而且昨天的美股新高 虽然缩了 但是呢 扬注比较大 这无疑是一个好的技巧 但是我们还依然 现在要盯住了啊 创业版由于墙期 涨幅的比较大 我们先看 60天撑得住 撑不住 撑不住的话 它补一下缺口 踩一下水波纳契的 这个3303 这个位置 实际上就是创业版的3000点 整数关口 如果踩住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涨 而且呢 到那前呢 会不会这日线 就已经运行到零周之下了呢 那咱们拭目以待 最坏的一种情况 刚才说的那两种啊 其实都是强势了 坏势呢 就是他在这个创业版的 120天局限和斐巴纳契的 3141这块啊 或者3145这块 再找一下 前期的这波下沙的地点 就是7月28号那次下跌的地点 形成一个W底 再往上走 从总体上 现在来看 A股呢不具备呢 暴跌的可能 但是我不要防备谁呢 防备美股这块啊 呃在下周 因为现在美股呢 在高位一直横盘 然后虽然一直在往上突 但是量出不来 很有可能在下周 三四之后会出现下跌 因为下周五是美股的 月度期权结算日 这块呢 虽然不及四五日吧 但是呢 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波动的日子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高位啊 现在我们有一些 弱势的票 你不要想着去补仓了啊 弱势的票 一般的情况下 他再想起来呢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你恰恰是应该把你手里弱势的票给减掉 而昨天最明显的 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动态啊 在咱们这个投资卖搏当中 发了一个动态 说的是航天军工前一段涨幅过大 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把手里的航天军工的票 其实昨天的时候 就应该开始大幅减持了 我们等着下一波行情 航天军工 我认为是一个长牛啊 下一波行情再来的时候 他估计调呢调也就半个月左右 还得再来 我们再见 而上证呢 这波行情啊 我们可以看是围绕着 从5分钟到15分钟级 特别是15分钟级 在向上运行 因为上证的看太小了 也没有意义啊 15分钟级在向上运行 昨天15分钟这块出现了一个聚合的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 他会不会打破这个15分钟的聚合 15分钟打破是在哪呢 3513或3510啊 这块你不是说漏一下就完 漏一下 如果他在 因为15分钟级嘛 他在45分钟或一个小时之内收不回来 那么我们就要说 他15分钟级 就要往下下看一级啊 基本上30分钟 如果15分钟打破了 30分钟应该是撑住很难啊 30分钟的支撑就很难 我们就直接就看60分钟啊 60分钟 他能不能撑住 如果60分钟也撑不住的话 那么上证可能就是要做啊 W底 如果60分钟撑住了 那上证将是波浪式在继续的进行冲关 那么冲关的时候呢 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小的短期的M头 或者是冲关成功 那到时候呢 咱们就得看量能是否配合 昨天呢 依然放出成交量了啊 这一点呢 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